好 這邊我再重複一下 那個字體的安裝可以怎麼裝 像比如說呢 當然你要先知道有哪些字體的名字 像大家所比較喜歡 我剛才聽到很多人都很喜歡 叫做金眉毛型書 還記得嗎? 金眉毛型書 所以你可以這樣點了之後 就按下載 那就是點這個 不是這個眉 好 就在底下這行字了 金眉毛型書 然後空一格下載 它就啪啦就會跑出來這些東西 那像比如說呢 一般來講簡體字 你看它這邊上面這個是有簡體字的 我可能就暫時不會去看它 我反而是看下一個 金眉毛型書自行下載度 那有時候我就直接點進去 但是有時候點進去它就會蓋掉這一頁 我習慣是按右鍵 在心所以標籤中開啟 它放眼圈 等一下 不要的關掉 它跑一個出來在這裡 好 等一下要看一下 出來之後呢 你看它就看到金眉毛型書長這樣 然後呢 你就可以點這邊 有一個下載點 去點一下 然後呢 出來之後又有一個 下載點我 然後後面有一個Link LINK 你就點那個Link 點了之後呢 你要開啟或儲存來自 什麼什麼字型 然後點RAR 有沒有 各位看到副檔名是點RAR 副檔名是點RAR 這個是一個壓縮檔 是一個壓縮檔 好沒關係我們可以直接按開啟就好 假設我按開啟 好 它就會出現可能要壓縮的什麼 好那你就按是 點開來之後 這個就是壓縮檔的那種軟體 解開來之後 你就看到這邊有一個 什麼 點TTF TTF就是自行檔 你就在這個自行檔 按兩下 它就幫你解開來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 維封銀特 軟雲半茶 然後你覺得這個OK了 你就按安裝 它就會幫你裝進去 但是裝進去的話 我舉個例子 像我這個POPPOINT 是開著的 如果我安裝完 你可能會看不到那個自行 自行怎麼看 可以從這裡下拉看 你就可以看到底 你有沒有那個自行有沒有裝進去 但是呢 開 如果說你這邊按完安裝 可是你現在這個POPPOINT 是開著的狀況 開啟的狀況 開啟的狀況 有時候你這邊下拉 會看不到那個字體 就建議各位把POPPOINT關掉 就是你安裝完之後 再重新啟動POPPOINT 然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在鋼礙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下拉 下拉 你就可以看得到 金鎂毛型書在裡頭 可以嗎 所以各位多嘗試 比如說金鎂毛型書啊 像我這邊 我這邊就裝了 幾個華康的字體 嗯 像 像 金鎂毛型書也裝了 什麼 華康細緣體 華康超名體 華康 華康 未卑體 等等的 你就打相同的字 然後 去按一個 在Google裡面 這個 打了之後 空一格 然後再打下載 然後 尋找 找到了大概 看到了 第一個都是繁體字的 這個有 簡體字 你就不要看它 看有繁體字的 然後 一般來講 我是要按右鍵 在新的所有標籤中開啟 開啟之後 你再去點什麼下載點 有沒有 什麼 第一個是 第一頁是有下載點 點了之後會到這一頁 之後 下載點我 按這個link 他就會 跑出來 下面就會跑出來 是不是要下載那個RAR他 你就按開啟就好 可以嗎 來 先整個各位先嘗試做一次 有問題我再過去 幫各位看 好 各位可以 今天 如果你 該要練習的東西 練習完了 你就多下載幾個字體 去把它裝起來 有 我的字體的話 各位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比如說投影片啊 或者以後RAR的檔 或者ESale 你才有漂亮的字體可以用 好不好 來各位試試看 好